Hello 大家好 我是Rabia 楊樂婷 我剛剛跟小朋友連媽媽一起三代同堂去杜拜玩 感覺真的很爽 我之前在想會不會像鴨仔團一樣 但原來是超適合帶人帶小朋友去玩 連長輩都完全沒問題 加上自己不用訂機票、酒店、安排行程和餐飲等等 還有又帥、又友善的領隊哥哥幫我安排所有東西 所以可以玩得又開心又放心 今次親子旅行團的行程真的非常適合小朋友 他們倆都可以盡情放電 由主題公園、水上樂園、水族館等等 這個行程真的很適合他們玩 他們倆都玩得很開心 最重要是有很舒服的旅遊巴 車出車入,自己不需要安排交通 我就可以全程投入 我兩個小朋友最喜歡的就是華立兄弟主題公園 我自己都很喜歡 因為這個主題公園是室內 即是說有冷氣、不用怕熱 裡面是分了六個區域 有很多機動遊戲玩 他們倆都很喜歡跟公仔拍照 和餐飲很開心 因為看到他們很多很喜歡的電影人物 我小兒子心哥很喜歡車車 所以帶他去法拉里主題公園真的很適合 我兩個小朋友特別喜歡Green Planet 這裡就是杜拜第一座熱帶森林室內植物園 裡面有多達3000種動植物 Tanya和SumSum都很開心 因為他們可以近距離接觸小動物 而Tanya是第一次摸蛇 SumSum周圍追著鳥仔走 玩到他們捨不得走 我們住Atlantis the Palm 真的適合我們 因為有Aqua Adventure 水上樂園 裡面有7條滑水梯 真的很好玩 很爽 酒店還有一個水族館 叫Lost Chambers 小朋友可以近距離 欣賞到很多海洋生物 我想說這個水族館真的很美 很宏偉 因為它的樓底很高 Tanya還建議自己 可不可以入水和魚仔一起游泳 我個人真心推介給各位家長 下次去旅行可以跟團 家裡有小朋友和有長輩都沒問題 不用怕人生路不熟 全程旅行社會幫你安排好了 這樣就可以輕輕鬆鬆出發了 靜靜雞告訴你 東營遊的聖誕道拜團已經有得報名了 聽說越早報越好 快點報名吧 明天有些消息 今天早上有很多不在乎 那天有些水族館 還要找到水族餅乾淨 不開的 冷卻